美国接下来三年 我们说明国接下来三年 宏基电脑 宏基电脑他那时候刚刚成立 那时候电脑是258的 那他有一天就 73年的3月突然有一天 他们公司有70万颗的IC被盗走 因为IC就是 对 就是整个装在车子里面 车子整个被开走了 那价值是4000万 民国73年的4000万 比现在的4000还多 那如果找不回来 挂掉了 这家公司挂掉了 那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孤儿 他爸爸早死 他妈妈就是开杂货店 那他妈妈非常虔诚 在鹿港那个地方 有一个帝母庙 那妈妈是初一十五 一定要在帝母庙去拜拜 那从小就耳濡目染 就跟着妈妈拜 严虎对白 您刚才看不说严虎对白 他妈妈就每天去求 都没耍手 因为以前也没有像现在街道 有那么多监士器 谁开走都不知道 找的没 那时候真的走到闭闭闭闭 公司可能又要抖掉了 跟四月十五月没法抖了 再去求他们入港的城隍野 那城隍野的范将军 矮矮的范将军就说 好 那我帮你出去找 结果范将军就请到公司 五天以内找到了 哦 这么神 这么神 五天而已 这两三四五 五天四千万拿回来 因为那个东西也不好卖 小偷拿到 他不晓得那里面什么东西 这位打开看不 小偷是要偷车还是要偷货 我在想他想要偷车跟货 但是打开那个东西他看不懂 那要到哪里卖 就像我们 就像我们如果偷一台车 里面都是卡边枪 我也不晓得拿到哪里去卖 那五万嘛 那不一样的市场 所以他就 藏在一个地方 结果五天被找到了 那找回来以后 他当然对他妈妈的信仰 还有对整个城隍庙 他就非常的虔诚 所以包括他们本身 鹿港的那个地母庙 还有埔里的地母庙 都是施政隆他 整个把他修得非常好 而且他们公司里面 又把地母庙的令旗 请到公司来 还有很多他们公司的主管 也都是信 那个埔里的地母庙 这也是一个高科技的人 照理来讲 他们都受过 什么台大毕业 甚至到国外回来 他一般来讲 不大相信这个 都认为人定胜天 我今天很厉害 但是我们说 人厉害 不敢提供给你做对头 人厉害 你的肩膀头 就不可能 担了两个火车头 所以我们要谦卑 谦卑 再谦卑 有时候你还要摆一个不错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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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